今天呢其實 RODE大姐咪第二集的部分 RODE 染化嘛 染化? 染化 RULA 染化 蘋果或者是 奇異 奇... 奇異嗎? 奇異 對 我聽懂了 你最喜歡哪一個? 我喜歡這一個 和香糖一樣 不會糖的跟這種感覺會出來 你好像以為是沒有加東西的 對… 很習慣耶 안녕하세요 送到大姐咪了 今天呢其實 是RODE大姐咪第二集的部分 其實我買的這個肉是 一公斤大概 大概五百多塊錢的 這個牛排好嗎? 我不會說好 還有一般來就還可以的話呢 大概一千到一千五百一公斤 不貴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從前你看過這個是什麼? 奇異嗎? 今天呢 從前要說的什麼? RODE 染化嗎? 染化? 染化 軟... 軟化 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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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西式或者是日本料理 或者是韓式 這個染化的動作做得比較小啊 中式超多的 使用到這個染化的這個動作啊 這個是五百塊多啊 一千塊 換成一千塊的RODE軟度會出來的 這個是好不好? 這個是客人要決定的 不是我會決定 需要的話 怎麼樣子的染化的方式 用最好的 我今天想要告訴你們唷 我們一般來說 自然的方式 染化的方式是什麼? 用水果 所以這個是我們韓式比較常常用的 卡洛 鹽果的是我們水果 蘋果或者是 奇異 或者是 蜂...蜂蜜 ... 屁... 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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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屁...屁... 我聽懂了 屁... 哈哈哈哈哈哈 最厲害的是什麼? 風鈴 所以我今天是準備風鈴 還有中餐廳場餐中的什麼? 超蘇打粉跟 超打粉 我先學一下 很多人問我 這個樣子什麼不一樣 它的話呢 100% 湯... 這手好多 太大 湯山清辣 太難了 還有它的話呢 湯山清辣 加有一些東西 很多東西在裡面 主要是 3的功能 功能 驚奇的 粗的感覺啦 譬如說我要做一個 餅乾 或者是棉包 我要瘋起來 它跟湯山 哪根酸酸的東西 混在一起的時候 才會瘋起來 但是它的話呢 不需要 前一段 你們真的要用 這種東西要染化的時候 要用這個 還有這個是什麼? 嫩筋 嫩筋 它是水果 果類的裡面的 這張的消磨 做出來做出來的 不好嗎? 我覺得不會不好啦 這邊養殼是 血果對嗎? 所以它的養種的話呢 消磨 會換成它的 蛋白質染化 還有它的功能是什麼? 欸欸 你太緊了 休息一下 抹擦一下 這樣 可以直接這樣 這個消磨是 酵素的意思嗎? 酵素 酵素 這邊的酵素的方式 它是 抹擦的方式 會染化 抹擦是什麼意思? 它進去之後呢 它的酸度比較低一點 譬如說 PH7的話 血的意思 所以 7、8種的話 它的 散度是 低的 太難的了 不要急的啦 你不要忘了這個 這麼嚴重的 化學 對啊 這樣子的要 散客很久了 今天要重點看的是什麼? 它的 軟化的 感覺是怎麼樣的意思啊? 我們這邊的酵素 我們這邊的酵素 先切大概三塊 第一個是一半的 這邊是 燒打粉 還有這個是 冷靜 最後是 水果 還有呢 這個鹽鍋的 洗劍 很重要 還有不一樣 酵素的話 它需要大概兩個消息 要鹽 泡打粉的話呢 它們其實沒有 洗針的要求啦 用鹽鍋之後呢 冷藏鍋裡面放隔天用 或者是冷藏鍋裡面放 退冰用 都可以 還有有些的 當然會說 四五分鐘 這種也有啦 但是不會到 那麼時間的關係有差 但是 血液的部分的話呢 它跟 如果摸到的時候呢 大概 二十分鐘之後 它開始燃掉了 它的話 大概 我覺得今天 大概四五分鐘煙而已 還有 中餐廳怎麼用呢 有一些好奇的人的話 我告訴你們 第一個 它進去 太白粉 或者是 微米粉一點點進去 一點點的 微米粉 進去裡面 鹽鍋一下 多增加它的味道 還有一點點油 油會保護它的血粉 這樣子 還有第二個的話 冷靜 這個也是鹽鍋做出來的唷 我們看一下它的效果 還有 鹽鍋的部分的話呢 這個大概 一分鐘四十分鐘 時候 我它們也拿了 因為太早鹽 它的肉燃掉了 兩個消息就回來一下 那 已經兩個消息過了 其實看的時候呢 沒有鹽鍋的比起來的時候呢 我這邊比較癢一點點的感覺 摸起來之後呢 它是最有口感的感覺 水果的話 它是大概第三名 一二三四 這樣子感覺 所以我現在要稍微烤一下 四種不同的 冷化的油肉在這裡 所以我想要一個 我們的員工 因為員工是看不到的唷 看不到 因為名字是下面 他覺得哪一個是口感最好的 我們的Michael的 哈哈哈哈 這邊 這邊跟這邊 兩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一二三四五個裡面 哪一個是最好吃 它的第一名 Michael哥說是誰過的 誰過鹽過的最喜歡 還有誰過有兩種 一個是兩個消息 一個是二十分鐘 Michael哥喜歡二十分鐘的這邊 第二名 你覺得什麼 我覺得它是裡面最有口感 它會不會是 什麼都沒有加的 怎麼都沒有加的 但是我問你喔 台灣人對 用梳打粉 人花的肉的 這個感覺怎麼樣 吃是喜歡吃軟一點 但是可能你跟他講 這個是有加過 它可能會 心裡怪怪的感覺 啊真的 第二名是 對是嗎 梳打粉 哈哈哈哈 所以現在你的感覺 是第幾名它 哈哈哈哈 第三名 哈哈哈哈 怎麼說呢 它的 染花是有一點不一樣的染花 對對喔 Q染Q染的染花 對比較有Q動 Q染Q染的感覺出來的 和相當一樣 不會淡的 跟這種感覺會出來 有點以為是沒有加東西的 對對對 啊這個是笨的 它嫩筋的 嫩筋用的是這個的 還有這邊是 所以這個是都沒加的 沒加的 這果然這最不少 對啊 但是對我來說的話 我其實比較喜歡咬口感 所以我都要再炸個這樣子的 所以其實 兩個消息之後呢 人花來說的話 超過是有的啦 因為無論的話 他說最不好咬的是這邊 所以還是有幫助到染花 切一個的話 自然的甜度也有 還有口感也不會到那麼染掉的感覺 但是又染花 還有它的話呢 Q染Q染 還有顏色比較漂亮出來的感覺 它有一種你覺得有一點 有點酷鮮的味道有沒有 有 對嗎 很明顯 就是香腸耶 炸翁餅的味道會出來 但是通常炒腸 所以看不出來啦 但是直接吃的時候 還是有這種味道有的意思 還有這邊 你覺得這邊怎麼樣 我們有冷靜的方式 為什麼你不喜歡這個啊 味道沒有那麼跳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有爛是有爛的 但是不味道 水果的香氣也沒有 突然就 肉肉之後味道沒有味道 對啊 很奇怪耶 我覺得還是你們要炎鍋的話 風泥 對嗎 便利餐廳有風泥 簡單的打一下 大概驗一下20分鐘 這樣子我覺得比較好的感覺 所以今天我的感覺上來的話呢 今天是三種不同的人化的方式 跟一般的油肉比起來 對嗎 這邊兩個 炒蘇打粉跟冷靜用的肉的話呢 我會說 冷在 心不在 所以它們是油肉 沒有臭 但是吃起來它的油肉的味道 就不見得感覺 我覺得不會不好啊 但是我覺得 不是自然的口感 還有自然的味道的感覺 這是油肉的Q度嗎 還是脂肉的Q度嗎 還是 豬肉嗎 搞不懂 這個是今天的我的 出來的結果 所以我還是覺得 肉是原本的肉吃 但是真的冷靜需要的話 我的建議是用水果 風泥 烤也可以 還是炒也可以 這種方式我覺得比較適合的感覺啦 今天的我的大解謎的話 冷靜的大解謎 小蘇打不是花水嗎 我覺得這個是你們要決定 因為很多中山機現在用小蘇打不黏過這種方式 還有我們已經 可能就每天就知道了 好不好 是我不想要說 你們可以省著你們家裡煮的時候 我的建議是要用水果唷 這樣子 不用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Somronkaisen 還有打開小鈴鐺按下 好 謝謝 謝謝 拜拜